近日2022第五届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组委会 在洛杉矶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艺术节正式启动 当天有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参赞王太玉和文化领事毛秦 圣盖博士市议员吴成远 蒙特利公园市市议员饶颖颖帆 西科文纳市市议员吴同怀等当地民选官员 及社区各界代表近百名嘉宾出席了当天的新闻发布会 艺术节主办方美国梅拉诺文化演绎执行总裁 2022第五届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主席乌素菲在致辞中表示 传承杯国际艺术节是一项具有国际性、权威性、专业性的艺术节 旨在推动中华文化、东西方音乐、传统艺术等领域的发展 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今年的艺术节和以往一样 我们将继续保持四项的传统比赛 音乐、戏曲、舞蹈 书画 同时呢我们家在8月6号与森尼玛斯剧业举办一场 海外乐剧联盟的乐剧名家们共同表演的 乐剧经典折子戏专场 把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乐剧 带给我们洛杉矶的观众朋友们 除此之外 在飞翼这一块 得到了河南政府洛阳的唐三彩的支持 加开启唐三彩之旅 也希望大家能够历领8月21号 传承被闭幕式在喜来登举办的 物质文化遗产秀 希望在社会各界的努力 和大家的共同支持下 传承被艺术节取得完美的呈现 以及圆满的成功 谢谢大家 中国驻传机总领馆文化参赞王太玉 也在当天对艺术节的举办表示了大力支持 他也希望艺术节能够继续增进 在美不同族裔间的友谊 加深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了解 他这个idea也非常好 传承 所以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来说 我觉得文化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文化是我们精神的血脉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积极来参加这个活动 让我们的中华文化 在我们的华二代三代不断地传承下去 也让其他的族裔 更多地了解我们的中华文化 促进我们中华 我们华人和其他族裔之间的友谊 和相互了解 从而相互尊重 从大的方面来说 这也可以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 据介绍 今年的传承杯艺术节期间 将继续举办音乐 舞蹈 戏曲 书画这四项大赛 并在8月6日举办乐剧专场 在8月26日举办中国物质文化遗产 河南洛阳唐山彩展览 从华文化遗产